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常常只是看自己的眼睛 对不对 其实在六道轮回里面 注意听 看 下面是三恶道 上面是三善道 三善道是什么呢 人道 阿修罗道 还有什么 天道 各位 我们看不到天道 为什么 我们没有那个功德力 天上的天神 你要很深很深的禅定 你才会看得到 请问 你们看 海银古斯的大殿 你看到了天吗 请问有没有看到四大天王啊 你没有看到 他看到你啊 很清楚的 因为他的功德力比你高 就像住在高层的楼房可以往下看 楼下的楼房往上看 看不太清楚的 所以你没有天的功德力 你是看不到天 第二个 阿修罗 你也看不到 为什么 阿修罗有神通 他是战神 功德力很大 脾气很坏 动不动都要跟人家打仗 他在天空飞来飞去 你也看不到 你进入不了那个空间 我们是人道众生 人道众生呢 目前的你 你们也只是看到新加坡而已 对不对 South Africa 你就看不到吧 纽西兰你也看不到 对不对 做梦可能会梦到 可是你的身体没有办法到那边 为什么 你不属于那个空间的人 好 现在再看幻灯片 地狱 恶鬼 畜生 注意看 地狱 恶鬼 畜生里面 每一个的道都有一个佛菩萨 看到了吗 我刚才说 佛菩萨他的业力 是不用住在地狱 恶鬼 畜生的 你看 地狱 恶鬼 畜生都有三个佛菩萨 那代表他的愿力去度众生而去的 好 三个道里面 地狱 恶鬼 畜生 请问你眼睛看得到了是什么 恶鬼道你看得到吗 恶鬼道呢 你可能要七月普渡的时候 后下地很多啊 可能就会有啊 对不对 蒙山湿湿 那你会说 你怎么知道 师父 你怎么知道 后下地这些孤魂野鬼来呢 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供在大殿里的水果 供佛 佛是禅月为食 所以他接受了你的供养 所以你看大殿供初一十五的水果 都很圆满 很香啊 供得很好 可是假如你注意看 中原普渡是供在外面的水果 优民皆众生呢 他不像你啊 他不像我们说 今天我们要吃苹果 这样才叫吃 不是 他吃的定义是吗 吸他的气 所以中原普渡一天完了以后 那个水果呢 就腐烂了 所以一般中原超度的水果 你不要吃 有些人业力重的时候 吃了呢 会容易生病 哦 没关系 他提醒我 大殿不是阿南跟加社 是社利佛跟罗侯罗 OK 好 没关系 我只是做比喻而已 因为其实阿南跟社利佛 长得是很像的 好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当你吃的时候 并不一定是指我们嘴巴这样咬 像你们吃麦当啦 这样咬下去 对不对 不是 它是什么 水果吸它的气 它就饱了 它就走了 所以中原超度的外面的水果 大部分我们都没有吃 有些师傅也说 带回去没有关系 但是呢 大部分都把它丢在树底下 所以可见 我们在中原超度的时候 的的确确是有很多无形的 幽民界众生而来的 再来看 你看观世音菩萨 下一张 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 撒羊之净水 比如说恶鬼大的众生 他很苦啊 肚子大大的 脖子细细的 大家也知道浇面 面然大事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为什么要撒甘露 因为撒甘露的话 就是大杯水可以灭他的业力 可以让他的痛苦暂时而停息 再看下面一张 我们在人间地狱恶鬼出生 你看到的是什么 畜生道 我们看到很多的狗 还有猫 还有银骨丝 还有鸡 对不对 公鸡 还有乌龟 你看 畜生道 所以三个道的众生 因为夜的显现 我们真的看得到的是什么 畜生道 那有些众生呢 有些佛教徒非常喜欢畜生 为什么呢 虽然单身没有结婚啊 然后很喜欢买一个什么 Puppy 小狗 在家里养 当然你有慈悲心很好 不过不要太执着 小心下辈子你就变Puppy 对 所以养宠物是很好 是有慈悲心 但不要过度执着 所以在三恶道里面呢 我们看得到眼睛 我们人间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是什么呢 畜生道 你在一个畜生里面呢 它有两个最大的灾难 第一个什么 被追杀 被追杀 你看打猎就会射 第二个呢 就是它最大的痛苦 就是一直要繁殖 繁殖的时候 若没有肉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相残杀 所以你想想看 做猪 猪就做什么呢 只有两桩事 每天吃跟睡 吃跟睡 等到养肥肥的时候 就被人 就杀了 所以它业力尽了呢 又继续再投胎 而且我告诉你 进入畜生道 不是说投胎一次就好 假如你不信 有些业力重 一般来说 你一次做猪 你是五百事都做猪 不是说做一事猪 第二次就做人 没那么快 出生道以后 它会五百事都做猪 你说做了狗了以后 它会五百事都一直做为狗 等到你的业力尽的时候 除非你的家属为你做功德 五百事减为三百事 三百事减为一百事的时候 减为十事的时候呢 你才会投胎做人 然后脱胎做人的时候 吃饭还是这样 猪 佛陀在世的时候 就有个弟子是这样的 他每次吃饭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的声音 那比丘们都很不高兴 怎么这个人吃饭呢 就是 佛陀就说圣弟子 你要有怜悯心 因为他过去是五百事当猪 那他也很丢脸 他吃饭的时候就自然会这样 好 佛陀就来 佛陀就来 来来来来 比丘你坐在我旁边 你看佛陀多慈悲啊 佛陀对任何一个众生 都很慈悲的 佛陀不会嫌弃众生的 佛陀从来不放弃众生的 但佛陀有神通 他知道过去现在未来 再讲到 习气很难改 我又想到一个故事 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人恶口很深 他出了家 动不动都喜欢骂人 骂人呢 什么呢 他有一天去横河托波 突然波去洗脚或洗水的时候 他看到横河的女神 他看到女神就骂他 横河小丫头 小丫头呢 在印度话来讲是 是很低贱的意思 就说你这个人呢 就像用人一样是小丫头 他非常的生气 他跑去跟释迦牟尼佛告状 说佛陀啊 你教出来的弟子 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他竟然突破呢 今天呢 到横河洗脚的时候 他骂我横河小丫头 他说我是横河美女 你知道吗 那佛陀说 对不起对不起 来来来 我叫你 叫他来跟你道歉 他说比丘 上来比丘过来 你要跟人家道歉 出家人不可以有恶口 他听了佛陀的教训 你要走过去 然后要跟他顶你 然后就跟他想说 横河小丫头 对不起 我跟你道歉 他说你看你看你看 他跟你道歉 还是骂你横河小丫头 因为他的习气 因为他生生世世都是恶口 他无法控制 所以讲到这里 你要修十善业道 你若不修十善业道的话 你会堕入地狱恶鬼畜生的 可是菩萨看到地狱恶鬼畜生的时候 是生大悲心的 就像我 这几次讲座我都问你 当你看到蟑螂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 对不对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动物的时候 你应该生起慈悲心 假如你受过菩萨戒的话 你也可以为他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然后你也可以为他念佛念咒 祝福他 这些畜生道的畜生 他的夜静的时候 他才会投胎的 而且他投胎不是只有一事 要连续做五百事的 这是很苦的 请看下面 七十三页第十八行 问约二十六 为什么觉得菩萨 堕入到声闻原觉很恐怖呢 请看一百一十五 如说爱受人 不畏于斩首 声闻独绝地 应作如事部 他做一个比喻 比喻是什么呢 请看下面 就说佛经中说 佛跟世尊 曾经做一个比喻 比如就像世间人 很爱自己的寿命 叫爱受人 爱受人就是什么 希望每一个人都长寿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希望长寿 没有一个人不希望 生病 或是短命 或是多病的 每一个人都喜欢长寿 请问 假如现在一个长寿的老先生 或老太太 他最怕什么 第一个被人家偷 第二个被人家骗 第三个被人家抢 在新加坡可能偶尔会发生吧 也比较少 在其他的国家呢 老人家最怕的呢 就是被抢 我被欺负 我被骗 其实老人最怕的是什么呢 你砍他的头 他就没命了 这是一个比喻 就像喜欢长寿的人 他最怕最怕的是什么 砍他的头 叫做部位斩首 同样以此类推 菩萨要求无上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亚 他部位的最怕的呢 就是退失菩提心 最怕的就是放弃菩提心 最怕的呢 就是退转 不度众生 所以部位呢 堕入到身闻圆绝地 菩萨也像呢 那个喜欢长命百岁的人 怕被砍了头 为什么呢 如果没有了菩提心 他就是不可能成佛的 所以菩提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事故总结 菩萨纵使掉入到地狱恶鬼畜生 他有功德力度众生 他不会怕的 他反而怕呢 堕入到身闻跟圆绝 好 这个是一段 接下来请看 七十三页 第二十三行 请看幻灯片 丙一 无声忍 顿号 段分别 今天 专心听哈 这个很重要 在没有讲无声乏忍之前 无声乏忍很深 从七十三页的二十四行开始到七十四页的第十一行 这一段都很深 明天我再讲 因为会讲到空性 讲到不深不灭不够不敬 我今天暂时没有讲 因为今天我想多讲一些禅观 还有回答几位联友的问题 但是还没有讲之前 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专心听 第一个 分别心 我们常常讲 哎呀你这个人啊 太会分别 或者你这个人非常会计较 或者说你这个人啊 真的是太世俗心了 什么东西都斤斤计较 这个叫分别心 佛经里面告诉你 不要执着的先节条件 先不要分别 好 请看换灯片 什么叫分别心 举个例子 我们一出生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会教你 这个是男生 这个是女生 这个是长的 这个是短的 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坏的 对不对 我们一出生 不是爸爸妈妈都要教我们吗 学校里老师也会教你啊 小狗叫 小猫跳 对不对 我们小时候都学过一些 猫跟狗你总会分不清吧 对不对 你一定要去分别 对不对 还有新加坡 五块的这个纸钞 跟十块的纸钞 跟两块的纸钞 你一定要分别吧 你不会呆呆的去呢 7-11 老板买一个东西 他说多少钱 两块 你笨笨的给他十块 对不对 你不会两块跟五块 跟十块的新加坡币 纸币都分不清吧 那分不清吧 你真的是白痴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出生就被训练的要分别 没错 分别你才能够活在这个世间 对不对 你不会连男中跟女中都分不清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对不对 再看幻灯片 分别有分为两种 请看 一叫做无分别制 我们学佛要先修无分别 也叫做根本制 目的是什么 对峙你的嫉妒心 等你无分别制修得很好 下一个才叫做有分别制 这叫厚德制 目的是对峙你的鱼痴心 这两个请背起来 很重要 举个例子 你到了寺庙来 初一十五 对不对 师父鼓励你来诵经啊 对不对 很多连友呢 都希望师父鼓励啊 有些师父呢 很慈悲 哎呀很好啊 你今天诵经 诵得很庄严啊 对不对 他就很高兴 另外一个听到的就说 不爽了 师父我比他大胜耶 你都没有赞叹我耶 你看 你的心就在分别了 嫉妒心 对不对 你的心就开始气上咖下了 所以中国有一句成语啊 再看下面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啊 你天天都在比啊 还有一个呢 中国有一句成语啊 人比人 气死人啊 可见我们多爱比啊 这个比就是比较的心 可是学佛注意听 第一个要断的就是 你的强烈的比较心 一般你可能在四间公司 什么叫好跟坏 没有标准的 没有绝对标准 比如你在一个公司里 project的 有五个人一起做 大家都希望求表现 都希望老板赞叹你 请问什么叫好跟坏啊 是比出来的 所以从教育的眼光啊 我要提醒新加坡的父母 叫你的孩子不要太爱比 我观察到因为我是老师 你都要小孩子第一名 那谁当第二名啊 你都没有去想 他这次考试的题目是难 还是不难呢 你都要他第一名啊 你都要他九十分啊 天哪 这次呢很难很难耶 全校都考六十分 他考七十分 已经是最棒最棒了 你还是骂了他一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他没有达到九十分 其实爸爸妈妈最爱比 比什么 哎呦你看耶 我的孩子啊 比隔壁的聪明耶 那个孩子呢 比隔壁的更聪明耶 你天天都在比 所以人比人 气死了 同样啊 学佛了以后 到了佛门里啊 你还是比 比什么呢 比你别人更庄严 比你别人更用功 比安你呢 师父赞叹你多 其实你都在比 你换汤不换药 这样你出不了轮回的 所以你要断掉你的比较心 同样的我也曾经这段话 对我商业经测学生说过 什么叫做归命三宝 归命三宝是对一切的身重 你都要理解 我发觉现在佛教徒呢 也有一种不太好 甚至说不太正确的心态 跟观念 我举个例子好了 你在某个某地方 拜某个师父做师父 你就对那个师父恭敬 对其他的师父你都不恭敬啊 你还是比较心啊 这不叫做礼敬三宝 所以我曾经很严重的教训 我商业经测的学生说 你不可以用师父跟别人比 我的师父很会讲经耶 大法师耶 那不讲经的法师 你就瞧不起人家吗 你还是在比啊 你看我的师父唱片非常非常的庄严 我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哭了 别的声音好难听 你还是在比 听懂吗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真话 因为你这个比较的心若不断的话 你是不会出轮回的 你修的只是福报 而不是功德 所以各位 为了要对峙你这个嫉妒的心 分别的心 所以华言经十大愿望 第一个叫什么 礼敬诸佛 就是修平等心 注意听 平等心就是无分别致 这个很难修 因为呢 我们总之都在比 比啊 哎呀师姐 你这条念书好好啊 在哪里买啊 我也想要一条 哎呦你好用功哦 对不对 甚至我还听到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新加坡的爸爸妈妈还教出小孩 对不对 说你去哪里补习啊 不要告诉他 我们没有补习 结果呢 找一个最好的补习班送他去 这样不好 我告诉你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你在打妄语 没有什么知道 你不要说可以嘛 Sorry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你不用骗别人 骗别人也是一种比较心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 有很多你既然学了佛法 你就应该慢慢改 那你会说 师父为什么要修这个呢 注意听 看这里 当你在禅修的时候 你刚开始 自己跟别人 会分得很清楚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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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自他交换 你看到别人 你就感觉像自己一样 那你比较心 越来越淡的时候 你的大悲心就升起了 请问观世音菩萨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他说一切众生 都是无分别的平等心 佛教徒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他也度他 西藏人念 观世音菩萨也度他 道教徒一贯道 他也度他 对不对 民间宗教呢 拜观音良良 他也度他 观音菩萨不会说 哦 你还不是佛教徒啊 我就不度你啊 观音菩萨是平等的大悲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无分别致 他看到所有众生都有佛性 这是第一个阶段 好 那注意听 也不可以说无分别致 好啦 什么都不要分别 男生女生厕所就跑错 没分别啦 那叫白痴啊 也不对 不可以这样用 那下次呢 师父问你 你是男众跟女众 不男也不你啊 无二啊 那送去医院啊 检查一下吧 对不对 所以我有一次问一个小朋友 说请问观音菩萨是男生跟女生 他说师父 观音菩萨太庄严了 他有裙子 我无法检查 哎呀 小朋友的天真 有时候真的是无分别致 所以叫赤子之心 好 无分别致的目的是 对峙你的分别心 慢慢你的烦恼就会淡一点 人家骂我也好 我也不要太计较 人家赞叹我也好 没关系 也不要计较 慢慢啊 注意看 你本来的心是这样 七上八下 人家赞叹你啊 哎呀 好高兴啊 害得很三天 人家呢 骂你一句啊 当当当 三天 表示你的心 你看有这么大的落差 看这里 看师父的手 没有分别呢 无分别致的时候 他慢慢啊 这两个心啊 会越来越平等 越来越平等 会在同一条线 好也没有关系 坏也不会开关系 你的心啊 才会心静如止水啊 对不对 我们昨天不是讲 禅修吗 心静如止水 不然人家丢一个石头了 哇 你就波涛汹涌啊 那表示你的分别心太强 好 进入 注意听 当无分别致的时候 接下来你的心会像什么呢 像泉水 泉水 Fenton 英文 像泉水 像喷泉一样 你会生起无量的智慧 别人看不懂的 你看得懂 别人呢 没有细心 你很细心 所以接下来再看 幻灯片 有分别致 就是对致 叫厚德致 就是在根本致 无分别致当中呢 它像泉水一样 它所有的东西都会通达 对 它对很多东西很用心 很细心 举个例子 艺术家 颜色它就很清楚 设计家 或建筑师 他对用什么材料 他很细心 一般人不一定很细心啊 对不对 那有分别致的目的是什么 是对致你的鱼吃 所以菩萨修 有分别致 最后才会成为 妙观察致 举个例子 再举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他现在看到一对的 所有的众生 举个例 动物园 新加坡入 你观想一下 假如观世音菩萨 飞到那边去了 他看到所有的猴子啊 大象啊 第一个无分别心是什么 他看到所有的众生啊 都放光 心中都有佛性 请问 你看到蟑螂放光了吗 没有吧 你看到蟑螂都吓死了 还有人看到老鼠 啊 老鼠来了 其实你叫得比老鼠还大声 老鼠也被你吓到了 你吓他 他也吓你 对不对 可是观世音菩萨 看到新加坡的动物园 是无分别致的是什么 所有的众生啊 都放光 他有佛性啊 有分别致什么呢 他看到这只猴子啊 过去呢 堕入到六道轮回里面 因为在出家人里面 可能他造了恶业 或偷了常住的东西 所以他并入为猴子 所以观世音菩萨 对他过去 现在未来的故事啊 他很清楚 这个叫有分别致 接下来观世音菩萨 就会想 那这个猴子 我应该怎么度他呢 他看一看 哦这只猴子 专门喜欢吃榴莲 那观世音菩萨 就变榴莲给他吃 但是叫他吃榴莲之前 要先念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森 他才可以吃榴莲 观世音菩萨 就是这样度众生的 对不对 所以 无分别致 跟有分别致 到最后会融成一体 变成什么呢 看师父的手 我最喜欢用手 表里如一 外面是 有分别致 里面是 无分别致 就一体之两面 它是一起运作的 那我们现在 还没有这个功力 所以各位要先学什么 无分别致 不要比 自己跟自己比 很好 举个例子 昨天的你 不太精进 听了佛法以后 今天很精进 很好 自己跟自己比 这是健康的 不要自己去跟别人比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人 无量节的 善跟福的因缘不同 你说自己跟别人比 有一天 人比人 气死人 你一定会心脏病 然后送到家父病房的 因为你比太多了 永远比不完 比什么 比自己的头发吗 女众最喜欢比发型 对不对 你比什么呢 永远比不完的 所以学佛 第一个 不要比 要知足 要感恩 这是讲 我要讲的 无声忍的功德力 是断你 生生世世的 细微的分别 尤其在禅作的时候 它会断你 细微的念头 这样子 举个例子 像石头 压草 对不起 介意一下 比如说石头 现在有压一个草 我现在有个石头 压在这里 你压这里呢 事实上你没有断烦恼 压在这里呢 你只是控制你的烦恼 很好 你的贪嗔是没有断 可是下一步呢 你要怎么呢 要把石头拿走 把这个草啊 连根拔除 怎么拔 就是要剥热 剥罗蜜 就是要从这里 无分别致开始修 断你自己 跟别人 对立的念头 所以 为什么叫做 人无我 法无我 你要修空观 我空观 跟法空观 它就是要断你 生生世世世细微的分别 你若断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出轮回 可是这个不太容易 它要有很深的禅定 以及要读很多的经论 而且你要知道 怎么样从念头上下手 所以今天呢 再看一次幻灯片 先对峙你 不要有嫉妒心 修无分别致 你的心就会越来越清静 比如说呢 到寺庙里面呢 有些人做功德 也要比一比 哎呦 他出五百新币啊 我要出六百新币 其实你还是在比啊 你虽然出了很多钱 你只是福报而已 可是你的烦恼没有断 好胜心 好强心 你还是在比 这不是功德 真正的功德是什么呢 布施完以后 我的心很谦卑 不炫耀 没有烦恼 很清静 这个才叫做功德 所以功德跟福报 是不太一样的 好 我今天要讲的是讲 断分别 这个很重要 先理解到这里 请看转念 请看八十四页 第十七行 昨天讲静中 在宁静当中 比如看到自己的念头 希望大家常常练习 好 接下来今天讲 在动中 training your mind on the movable situation 人一定会动 因为我们从早到晚 要面临很多东西 请看 第二个与第一个 相比较来讲 是讲在动中 动中简单讲 具体一点就是 禅宗讲的 行 住 坐 握 行 身体会动 比方说像师傅刚才 你们唱南摩本师 释迦摩尼佛 我从课堂一直走 走走走到现在 做到我身座 这个我就在行动 假如我没有很注意 我的念头的话 我就可能踢到 所谓电线了 假如我没有注意自己的念头 在进入门槛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半倒跌倒了 所以我们每一天 其实都在动 而且一般的人呢 现在动的都比进的多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很忙 好 动当中也能休息 请看 这里既然讲动 一定是指你的身体 在移动的状态 身体的移动状态 比方说跑步的时候 你要训练你自己 要看到自己的念头 我有时候呢 坐车的时候呢 我看到新加坡 也有人早上跑步 或是晚上会站帮跑 英文go jockey 跑步 跑一跑也要注意自己的念头 如果那你跑一跑 看到美女这样子 看看看到的 蹬也待会 你就撞到什么 柱子了 对不对 或是撞到树了 所以跑步的时候 你也要训练 你看到自己的念头 比方说你走在路上 哎呀 我不小心呢 脚踩到一个石头 好痛啊 很好啊 虽然痛 但是你看到你的念头了 假如你没有神经的话 那你流血的都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 出去很忙啊 对不对 做了很多事啊 结果回到家 袜子脱了 怎么我的脚流血了 原来你今天脚呢 踢到了石头 或踢到了铁板 对不对 有时候你很忙的时候呢 手呢不小心被割到了 结果你没发现 晚上洗澡的时候 我今天的手 怎么不小心被割到 可见你在被割到的时候啊 你也不知道 你的念头掉了 所以踩到一个石头的时候 虽然痛 很好 从禅修的角度来讲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了念头 你才会知道痛啊 接下来再看 假如你真正会修四念处的时候 游泳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念头 好我调查一下 新加坡 对不起 等一下 还没讲完 在新加坡 在座会游泳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游泳的时候 请问 假如你也有经验 我也很喜欢游泳 待会我会讲 对不对 假如你游泳的时候 没有注意念头 你换气的时候呢 那你气 水堵到你的 你就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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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就掉下去了 所以你换气的时候 你也要很专注啊 所以真的会修念处 四念处的人 他游泳的时候 他也知道自己的念头在哪里 比如说你现在用自由式啊 或挖式啊 或狗爬式 他很清楚啊 所以游泳啊 也可以训练你的念头 但是一般人 你要去游泳的时候呢 就是拼命玩水 打水仗 泼别人 泼了大家就很高兴 对不对 其实呢 自己就掉下去了 所以看念头 最具体的 请看幻灯片 Walking Meditation 这是一位法师 在教外国人精醒 寺庙里面吃完饭 为什么要精醒 注意听 一 帮助消化 第二 在精醒的时候 写下来 有两个地方你要注意 第一个 注意你的鼻尖 这是属习官 第二个 注意你的脚底 你的气就会下去 就像你们礼拜天 海银古寺 也有佛学班 吃完饭你要精醒 精醒干嘛 精醒要注意自己的念头 因为 所以你要注意 要嘛 你就注意你的鼻尖 不管你的手是这样放的 或是自由摆动都可以 你要注意你的鼻尖 第二个 注意你的脚底也可以 脚掌 不管你有穿鞋跟没穿鞋 在南传佛教是不穿鞋的 因为不穿鞋 你脚碰到地板的时候 感觉会更敏锐 我们中国大部分 都是穿鞋 没关系 也可以 你专注在你的脚 踩下去 很清楚 每一步你都很清楚 这个就是训练你的念头 不然你想想看 寺庙的人为什么吃完饭要精醒 没事这样跑来跑去 请问你想想看 有没有哪一种动物 都这样一直跑来跑去的 想一想有没有 糟糕你们动物园都不及格 动物园里面啊 马跑来跑去啊 请问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就是修行吗 不 马在跑的时候 他没有正知正念耶 他只是习惯了 因为主人要他跑 一拉马将他就跑 他跑的时候 并不知道自己的念头的 对不对 重点在哪里 你要知道自己的念头 这才叫做修行 对不对 有人不晓得呢 有人在寺庙 吃饱了 跟着师傅走一走 你干嘛逛街啊 那你到 Hopper Front去逛 不是更好吗 City Hall更逛得更漂亮呢 还有帅哥没你看呢 所以重点听好 精心的重点 是训练看你的念头 这才是重点 接下来再看 所以同学们呢 假如你会游泳的 不管你有蛙式 或什么姿势 其实游泳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呼吸啊 那就是你看到了自己的念头 这也叫做动中禅 也有人喜欢这样用这个词 其实我比较不喜欢 因为我觉得 不要什么东西都套上禅 最后变成 这也是禅 那也是禅 其实都是口头禅 你要真的看到自己的念头 才叫做禅 接下来 举刚说 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我在国外念书是住在大学里面 当然我也住宿舍 我一三五是去跑步的 二四六我会去游泳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呢 在学校呢 这个注册的时候 他问你要不要加上 Sport fee 就是运动的这个费用 我就付了 因为啊运动很重要 反之我回到台湾呢 佛教徒头说 师父你要庄严啊 庄严到我呢 我都呢 没办法跑 也没时间跑 我觉得中国佛教徒 很喜欢庄严很好 但是看我的幻灯片 最后一句话 在你的讲义没有 我亲再加上去 庄严不要成为另外一种执着 庄严自然就好 为什么要庄严 因为你没有学活之前 心很散乱 所以建议你进入大殿 要公敬 要虔严 可是呢 举一个例子 因为你很公敬 很虔严 所以你看别人 不公敬的时候 你就起称心了 那会变另外一个执着 所以从禅宗的角度来讲呢 其实啊运动很重要 各位 希望大家呢 有机会在佛堂里 或在家里拜佛 拜佛也是很好的运动 因为呢 身体要运动 你身心呢 健康 你的念力才会清楚 所以运动是很重要的 尤其在运动以后呢 你流了汗以后 你整个头脑会比较清楚的 可是北传佛教里面 以前比较重视运动的是什么 禅宗 待会会讲 出坡 可是现在呢 大家都不动 一回家呢 都只做一个运动 叫做爬枕头山 躺在床上睡觉了 对不对 我昨天说过 睡眠很重要 但不要睡太多 所以希望 庄严是要求自己 不是要求别人 庄严不要成为你 另一类的执着 请看 八十四页底下 二十八行 所以这里讲的 动 要看自己的念头 是指身体移动 所以行住坐卧的时候 都要看到自己的念头 最标准的修持法门 是什么呢 中国的禅宗 就是这样 请翻开 八十五页 禅宗的法门 在静跟洞当中 两个都要求很严格 重点呢 是在呢 要看你自己的念头 好 比方说 在你佛堂打坐的时候 大家要做捕团 要做一支箱 一支箱 传统上要一个小时 或到两个小时 真正若有机会 大家到中国大陆 高敏寺 他们打残漆是很严格的 对不对 一坐呢 就要做一个小时 过两个小时 而且不可以动 你要一动的话呢 这个奸香师就拿这个香板 就打你一下 为什么 你有妄念 所以那是很严格的 为什么 待会我会讲 训练你 在静当中 你要看到你的念头 因为你的念头 如果很宁静的话 你的身是不动的 它是自然的 不是用力的 假如你念头很多 这样一直摇 像不倒翁一样 那我告诉你 那这个奸香师 它会很慈悲的 拿香板 就在你的右肩或左边 轻轻地拍一下 一直告诉你 看你的念头 看到你的念头 很宁静的 你身就不会斗 当然好的奸香师 它是很有技巧的 它不会乱打人的 所以真正呢 为什么要训练你 在做一个小时 或两个小时呢 在阿含经里面讲 圣地子 假如要正阿罗汉 而且你今生发愿 起码正出国须陀环 一天最少最少最少 要做两个小时 所以各位 这是真的 刚开始当然了 我们不要要求很多 但是你要从训练一天 早上做十五分钟 晚上做十五分钟 做到做做 你自然很欢喜的时候 早上你就可以做半个小时 晚上也做半个小时 那是自自然然的 为什么 你感受到了乏喜 你有这个怨心 虽然脚会痛会麻 可是你想 哎呀 生命很短啊 我再不用功了 死的时候啊 是比这个更痛的 那你就会欢喜去做 慢慢慢慢慢慢地练习 假如呢 你能够做到一天 有一个小时跟两个小时 都很宁静的话 我告诉你 将来你要往生哪个地方 你自己会知道的 所以各位要用功 从这个角度来讲 新加坡的联友啊 还要再加油 真的 这是佛陀说的 要做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先从早上一次 晚上一次 那注意听 晚上呢 我知道你们做工都很辛苦 所以回到家的时候 先冲个凉 吃一点点东西 对自己好一点 吃一点冰淇淋啊 或巧克力啊 然后休息一下 然后不要吃太饱 假如你平常早餐是吃两碗 中餐吃两碗 注意听晚餐吃一半 我没有要在家居室过午不时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在家居室 你不是出家人 你能够吃灾 过午不时很好 可是假如呢 你没有考虑到你的身心状况 晚上你不吃 待会你晕倒了 人家就要花你钱 花钱送你去医院 所以晚上呢 在家居室吃一半就好 八分饱就好 然后完了以后呢 假如你是举个例子好了 下班七点回来 到八点 假如晚上你是十一点睡觉的话 那在睡觉前一个小时 你静坐 把家里的事情弄好 然后你跟家人讲 我要用功 请不要跟我讲话 电话明天再接 手机明天再打 天底下没有那么急的事情啊 你就开始静坐 假如你十一点睡觉 大概十点静坐可以 不要十一点呢 要睡觉的时候 十一点十五分静坐 那时候你就这样静坐 一定睡觉了 因为那时候身心已经累了 知道吗 你要选择一个身体体力比较好的时候 静坐 静坐 十五分钟 然后半个小时 这样每天练习 不要小看着一滴一滴的水 看滴水能穿石 假如你一天能够静坐个 一个小时 一个月你就静坐了三十个小时 对不对 一年呢 三十成三百六十个小时 十年呢 三千六百个小时 要练习 静坐跟你诵经一样 不是一下子就会很好的 它一定要慢慢来的 慢慢训练的 你要有怨心 所以请写下来 要有两个条件 一 要有怨力 第二个 要有欢喜心 为什么大家会欢喜诵经 因为你诵完经以后 你心很清凉 你心中有智慧 你很多东西 业力开始改变了 家里工作事业 慢慢慢慢变好了 同样禅修 也有这样的功德力 好 再看下面 分灯片 南传的比丘 就在树林里打坐 对不对 所以学南传佛教里面 有很多很重要的 第一个 要持戒 第二个 每天要打坐 第三 他要送巴黎文经典 第四 他严格 支持 过午不时 所以南传佛教 它是佛的正法 假如你有机会去泰国 斯里兰卡 缅甸 你会看到很多人 他每天都好要打坐 他不会没事呢 就像北传佛教徒一样 一做法会 就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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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这个我觉得大家要改一改 你可以谈佛法 师姐 师兄你最近好吗 在佛法上你有没有用功啊 大家相互 可是我发现有些人来庙里面 都在讲是非 都在讲呢 我告诉你啊 我女儿又考第一名 告诉你啊 我老公又升官了 你都在比啊 其实你好不容易参加一个初一十五大法会啊 奥密托佛 不要讲太多了 意思是说 你保持你的清净心重要 不是说来寺庙不可以讲话 要讲佛法有关的话 哪有这么多可以讲啊 对不对 你不要看师父啊 我讲精神很欢喜 我平常不太爱讲话 为什么 除非你问佛法 我才讲 对不对 我每天也很忙的 我有自己的功课啊 我要诵经 我要念佛 要念咒 我还要打坐 我还要见客人 会客 我还要打PowerPoint 还有我还有很多书要看 我每天还有一百多封 一没有要回啊 我很忙的 可是我心中忙得很欢喜啊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再看 为什么要打坐呢 从打坐 也从跟印度佛教有关系 印度教里面认为 我们身体有 从上面到身体有七个轮 当你打坐的时候 心中有能量 它自然能量都开启 在这边我没有时间介绍 七个轮是什么意思 或代表什么 你可以上网查得到 也有很多书 意思说 为什么禅坐有功德呢 你把所有的心 宁静的时候 你自信中的能量会开发 所以你说像 五种神通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通 神足通 都是从你自己能量打开的 就像钥匙一样 打开你自家的这个门 比如说你回去 现在万一你找不到钥匙 你怎么办 你用撞死了 你的门还是不会开的 你还是要找钥匙 假如钥匙掉了呢 你一定要打电话 叫钥匙公司来开门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辟语是告诉你 禅定就像一把很重要的钥匙 开行你自信的佛性 所以指观跟般若波罗蜜 这是两把很重要的钥匙 接下来 再看 假如一开始你坐不来 可以这样 一开始尤其有些是老菩萨 可能比较难 没有关系 你可以两个腿这样叠起来 假如年轻的同修 希望你用单盘 右脚盘 或左脚盘都可以 双盘的话会很痛 因为两只脚叠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压到穴道跟神经 会比较痛一点 那你没办法坐很久 所以师傅建议你刚开始叫单盘 你可以右腿盘半个小时 待会麻痛啊 不要管它 轻轻的按摩一下 放下来 然后左腿再盘半个小时 那你不就坐了一个小时了吗 坐了一个小时你才受不了 两个腿呢 放下来按摩一下 然后呢 在你住的客厅 或大殿精行 三分钟到五分钟 再回来右腿又再盘一下 你坐了半个小时了吗 左腿又再盘一个下 你就坐了两个小时了吗 所以两个小时是真的可以坐得到 我再讲一遍 释迦摩尼佛不会说 我们这个地球众生修不到的 假如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有limitation 有极限修不到 佛他不会讲 所有的法门都是我们圣地子 你要用功有这个愿心 可以坐得到的 所以经文提到说 至少要两个小时要加油 一天里面 假如你都不肯花两个小时 那老实跟你讲 你连出果虚陀还 都不容易振上的 出果虚陀还 在家出家都可以振得 在清静道论里面 出果虚陀还 就是凡夫 转入正式为 变成为圣人 接下来 二果跟三果 在家居士也振得 你虽然结了婚 但是不会有夫妻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对方 太太就像白骨官一样 就是一个尸体 那太太若是同修 也佛教徒 看你这个老公 也不怎么美 也是一个骷髅头 所以骷髅头看骷髅头 也没什么差 他不会有不清静的念头 直到四果阿罗汉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想出家 所以四果的圣人阿罗汉 一定都是出家中 这是在清静道论里而说的 所以我公开回答 在家居士 你用功的话 也可以振到出果 二果跟三果 但振到四果之前 你自然就会现出家下 你大悲愿心 跟你的功德力 那假如以大乘来讲 出地欢喜地菩萨 在家出家都可以 就像菩萨界 在家出家都可以受菩萨界 我也受过出家菩萨界 泛妄界 那你要假如要喜欢求菩萨界 那你也可以做在家菩萨 所以重点是什么 你要精进 假如你连一个天 你都不肯花两个小时来 专修禅定的话 那你连众因都不够的话 那更不要说你要正出地欢喜地了 对不对 再看下一张 漂亮吧 泰国法身士 对不对 全部的人晚上坐在那边 那在静坐里面呢 第一个最大的干扰是什么 蚊子 所以在泰国的所有 假如呢 你到寺庙去参加禅期的时候 全部都要穿白色的衣服 我觉得很好 白衣 白衣什么 白衣代表清净不染的意思 像白色的莲花 然后呢 寺庙会帮忙你 然后全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你看 对不对 在你躺下之前都要静坐 然后每一个呢 都有一盏灯 它有蚊帐 因为在野外呢 你打坐呢 最大是蚊子干扰 假如你有蚊子干扰 蚊子叫 飞来飞去 你也很难入谈定的 所以他们有蚊帐 你看 全部的人呢 只有一万的人都在静坐 多庄严 所以静坐是很有功德的 圣帝子 佛陀在世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们早上起来也是静坐 然后听佛说法 中午去托波 托波回来完了 中午睡休息一下 下午呢 有时候在讨论佛法 有时候复讲 有时候他们静坐 因为圣帝子在世的时候 晚上是不托波的 也不吃饭的 所以太阳西下以后啊 佛也不讲经 除非特殊状况 所以所有的圣帝子都在哪 都在阿兰若里面静坐 那圣帝子啊 像阿罗汉呢 静坐的时候 身上都有光 所以你看到呢 奇缘金色 全部都是圣人 就像现在的照片一样 全部的圣者都在打坐 大家晚上也不讲话 为什么 他在思维 想佛的法义 我是去过泰国法身世一次 那现在呢 他们也度很多很多的众生 所以各位 南传佛教是佛的正法 不要怀疑 大传佛教也是佛的正法 可是我们北传的莲友 在纸跟观跟禅坐上要加油 金刚寸呢 仁波切跟康布 你看仁波切在上的罐顶 五个小时跟六个小时 他在罐顶 要很忙的 他也没上厕所 他的定力呢 都比你深 大家新加坡很多人 也喜欢罐顶 到处罐 罐的满头包 过了两个小时就这样 三个小时就不行 四个小时就这样 仁波切他还做得很好 为什么 他从小训练的禅定力 所以北传佛教徒要加油 好 再看 所以你要真正的强迫自己 痛啊 对不对 请看八十五页第十二号 痛啊 对不对 所以中国古人说 禅宗的公案礼 一天要做多久啊 一做就是两个小时不动的 痛也不能动 冷 热 麻 痒 痛 就是有八处 八种感觉 来 你还是继续做 你可以轻轻地换个腿 继续做 那当然你可以右脚盘半个小时 左脚盘个小时 比较好的长期 我也知道新加坡现在也有长期 比较好的呢 可能半个小时 或一个小时让你下来走 三分钟到五分钟 再让你继续缠坐 这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坐太久啊 有些人也血路比较不通 有些人呢 因为吃的东西太多 所以他两个腿也肥肥的 这样架起来呢 也很难缠坐 那没关系 那你只要放松就好 那有些老菩萨也会说 老师傅 我已经老骨头了 根本盘不起来 怎么办 那慈悲的禅期 他也会准备比较舒服的椅子 在最后面 你也可以像这样子 就坐在椅子上放松 一样你也可以禅修 为什么呢 禅修目的是训练你的心 透过调你的身 调你的呼吸 最后要调你的心 我再讲一遍 调身 调习 跟调心 这三个才是重点 所以老菩萨也不要放弃 人生呢很短 你能够参加禅期也很好 可以坐在后面 训练你的心 接下来看 禅宗的跑箱 真正的跑箱 大殿的佛像 不像我们这里 我们大殿佛像 现在海音故事建后面 禅宗的佛像 建在正中间 那我们现在 为什么建在靠墙壁呢 是大部分都是诵经 跟拜灿 或做法会 作为礼拜的对象 所以他这样 那若是假如你这个道场 是真正要弘扬 跑箱 或金行的话 传统上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佛像的背后 还有一条路 可以让你绕 这个是比较好的 那你看这张照片 真正禅宗的 释迦摩尼佛 对不对 它是在正中间的 注意听 在大殿的时候 大家绕的时候 要向右旋转 不要绕左 左你会中外道的音 所以很多东西 尽量训练向右旋转 就像你看师父身坐 我一定也是这样 顺着时钟 会从这里上来 这里下去 我不会从那里上来 这里下去 知道吗 这是有原因的 元其法不同 为什么呢 在印度啊 只有佛的正法 佛教徒是向右的 外道有些也有向右 大部分的外道 都是向左 所以真正禅宗的跑箱呢 它佛像是供在中间的 再看下面 速度会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刚开始惊奇 慢慢的 然后跑 在这个跑的时候 注意听 不同的方法就有不同 有些呢 禅宗的跑箱方法 突然会跑箱 拿个箱板 啪 一声 你就站在那里 看你的念头 那时候你会突然这样 愣了一下 什么东西都没有 对 它就是要看你的念头 第二个呢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在禅宗跑箱的时候呢 有一个负责的维挪师 会敲大信 咚 拼到终身的时候 立刻停止 就让你身心不动 有些人会在这个时候开悟的 然后接下来 它再敲一声 咚 然后就继续走 所以 它禅宗的跑箱 是速度由慢而变快 然后呢 突然在快当中让你停 还有一种呢 也有慢慢的 开始越来越快 对不对 然后慢慢越跑越慢 越慢越慢 然后走完了以后 走到你的位子里 然后向佛一问讯 然后继续再打坐 所以重点是什么 看念头 再看下面 所以刚开始 第一天你可能还可以呀 对不对 八十五页 第十五行 我调查一下 在座有参加过 不管禅机是一天的禅 或三天的禅 或七天的禅 请举手 好 很好 有机会 大家可以参加一下 好 你看 刚开始 第一天还可以呀 第二天 哎呀 阿弥陀佛 这是要我老命啊 对不对 到了第三天 哎呀 腰痠啊 又背痛啊 到了第四天 在打坐的时候 师父说 看念头 看念头 你看什么呢 假如我现在可以躺在床上 多舒服啊 你看你什么念头 都跑出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连自己的身体 都不能控制的时候 念头也很难控制 所以禅宗里面强调里面说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所以真正修行的人 他在行柱坐卧都要出坡 听好 出坡的功德在哪里呢 是看念头 禅宗啊 每天叫你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就是出坡啊 浇水啊 然后呢 扫地啊 他还在修行 现在不是叫你拼命做 不是叫你拼命种树 你种那么多树干什么 种树的时候 也在磨练洞中 看到自己的念头 这个才是功德 种树假如有功德 我问你新加坡里面 Garden 你新加坡有很多公园 那些人种树有没有功德 那边有福报 领政府的薪水 他不一定会看到念头 所以注意听 我讲了这么多 栅里面讲 行柱坐卧 在洞当中 你都要看到自己的念头 所以以此类推 当你讲经听处 结束的时候 离开大殿的时候 踩在一阶一阶的 这个楼梯的时候 你也要看到自己的念头 假如你没有看到你念头 一个阶梯跟两个小梯 踩错了 灯也跌倒了 你脚就扭到了 你赶着上车 赶着去搭捷运 你在洞当中 你在进入MRT的时候 你也要训练 看到自己的念头 当你看到念头的时候 有什么好处呢 注意听 你会觉得外面都不是真的 像做梦一样 虽然我 我们讲 生动而心不动 你写下来 我现在要赶着去做捷运 可是我的心很宁静 这个就在修行 所以我们从早到晚 动的机会都很多 可是你不知道方法 你是不知道修行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呢 要去竹缸 去搭捷运 然后待会儿还要去转车 很好啊 没有关系啊 我的身都在动啊 可是我的心很安详 你不要你的身很动 心又匆匆忙忙 待会儿呢 一到捷运卡 哎糟糕了 我的接运卡又不见了 我的钥匙又丢了 你不是都在烦恼吗 你为什么 your mind was lost 因为你的念头不见了 你的心跑掉了 了解吗 所以动的机会很多 好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练习 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 告一个段落 好 接下来回答问题 好 我按照昨天的第一个 师父请问什么叫自力 什么叫做他力 好 自力就是由自己的念头 而升起的力量 比如说我现在 确定了 我要去听经 我自己动一个念头 靠我自己 我要去 那这个当然就叫做自力 什么叫他力 简单的讲 除了自己以外的 外在来的力量 都叫他力 比方说你念佛 其实你也是靠佛力 你念咒 也靠咒的力量 你今天拜灿 也是靠外在拜灿的功德力 当然在拜灿当中 有他力之外 有没有自力呢 其实也有 你自力就是前程跟空净 简单这么说 我感谢你